大家好,前一段时间9家公钱疫苗放开了适应证 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接种9家疫苗了 原来的话只有16到26岁的女性可以接种9家疫苗 那么很多朋友就有很多的疑问了 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呢?到底是2家4家还是9家呢? 今天我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 看完这个视频,所有的事情你都懂了 动作你的手指头,转发收藏一下 第一个,HPV病毒对我们身体什么危害? HPV病毒是人鲁头状的病毒 是一大类病毒,它有200多种雅型 它对我们人类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可以导致多种疾病 绝大部分的女性公钱癌是由HPV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它还可以导致尖锐石油是一种性传播疾病 还可以导致外婴癌,男性的婴颈癌,肝管癌,猴癌等等多种肿瘤 那么HPV疫苗就是预防HPV病毒感染的 两家疫苗只能够预防两种雅型病毒的感染 它可以预防70%左右的公钱癌 那么4家疫苗在二家疫苗的基础上又多了两种病毒 它可以预防70%左右的公钱癌,90%左右的减准石油 那么9家疫苗可以预防9种雅型的病毒感染,效果更好 可以预防超过90%的,结论是有超过90%的公钱癌 所以的话,如果有条件,肯定是接种9家疫苗最好 那么就有朋友说,我本来超过了26岁,接种不了9家疫苗 预约了2家或者是4家的 现在年龄放开了,我可不可以取消预约,再去预约9家的疫苗 各位朋友,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是16到26岁的人抢9家的疫苗 那都非常非常难抢,疫苗非常非常的有限 你想想,现在放开了,那么多人抢9家的疫苗,你抢得到吗 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如果你预约到了哪种疫苗,你就先打哪种疫苗吧 就有朋友会说,我原来接种过2家的,接种过4家的 那么我现在还可不可以接种9家疫苗呢,是可以的 只要你原来接种的时间超过了一年 那么你可以再次接种9家疫苗 那么还有朋友说,疫苗的保护作用有多长时间 需不需要打加强针 目前的研究显示,HPV病毒的疫苗至少可以管8到10年 那么的话,各大指南也没有建议需要打加强针 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研究 你一辈子只需要接种一次HPV疫苗就可以了 当然一次需要打3针 那么HPV疫苗有没有治疗的效果呢 没有,它只有预防的效果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疫苗之前感染了某种养性的HPV病毒 打疫苗是对它没有治疗效果的 只能够预防你感染其他类型的HPV病毒 那么打疫苗之前需不需要筛查 你体内有没有HPV病毒呢 不需要的,指南不推荐这么做 有一些小地方,它打HPV疫苗之前 让你做一大堆的供给癌的筛查 HPV的检测 我不说为什么,各位朋友也能想得到 打疫苗之前,没有必要做筛查 如果打疫苗期间,发现自己怀孕了怎么办 目前的研究显示,这个疫苗还是蛮安全的 打疫苗期间,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用紧张,孩子可以生下来 你只需要做好定期的产检就可以了 那么你剩下的针就暂时不打 等伤慢孩子以后,再接着打 同时的话,不建议孕妇和布鲁区的女性 去打HPV疫苗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等月经结束了再打 催迟几天,没有问题的 那么HPV疫苗什么时候结种效果最好呢 当然是越早结种效果越好 在你没有发生性生活之前 没有感染HPV病毒之前结种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的话呢,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给你们家的9岁的小孩就开始打疫苗 那么打疫苗有哪些副作用呢 前面讲的副作用比较小 最常见的反应是局部的疼痛,硬结,红肿等等 或者的话呢,有可能出现轻微的发烧 这些反应都是一过性的 那么网上说的那些所谓的副作用 很多都是夸大的,都是骗人的 甚至是有一些反疫苗的人是 故意的混淆失听,吓唬大家的 那么有朋友说,男的可不可以接种疫苗呢 男的是可以的 不仅仅是女性会感染HPV病毒 男性同样也会感染HPV病毒 而且的话,男性感染了HPV病毒以后 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 不一定会长尖尿石油 不一定有油体你能看得见 但是他确实体内是携带HPV病毒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行走的传播员 那么他跟女性或者是男性 发生亲密接触的时候呢 就很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所以按道理来讲 男性也应该接种HPV病毒疫苗的 但是呢,咱们大陆疫苗非常紧张 目前只给女性接种 如果男性想要接种的话 可以去咱们国家的港澳台接种 或者的话呢,出国接种 男性接种9家疫苗可以预防自己得 尖尿石油,钢管癌,阴晋癌等疾病 那么关于9家疫苗的科普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朋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咨询